哈喽大家好,我是方刚,血气方刚方刚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道家常菜 竹笋炒肉丝 特别是家里有白木的小朋友的时候 最适合做这道菜 首先准备两个白木的小朋友备用 竹笋备用 菜刀以小环衣备用 首先翻起一个最白木的小朋友的屁股 不断施打 屁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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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施打的力道决定于他白木的程度 第一次施打不懂的朋友们 可以找屁股肉最多的地方打 比较不容易受伤 打的时候要打他会痛 但是打到他不叫 屁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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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吃完这道菜之后 名家的小朋友就会怪得像猫一样 如果不坏 再吃一刀 打到他不会叫 会叫 继续打 打托 屁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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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屁